上海这座城市既有江海的壮阔 又有水乡的柔情 上海的飞鱼呢 它有独特的传承 上海一定是好吃好看 好玩好听 哇 谢宴 我们本集的探访这里 就从这里开始了 我叫灵灵 给等奶奶上一键 当年四伯位 奶奶动脑筋 你想四伯位来心里 我打起了老公筋 为小姐合伴们为大为喜真职 一掌星星隶水宿 那个水宿 你让珍珍也要自由 离等奶奶上的 част 往生往苦好心里 哦哦哦 可思靈 可山啊可思 四場高雅快動 噓哦哦哦哦 星光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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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底蕴 我们看黄浦江是自南向北对外延伸 打通了大千世界 也孕育出了世界第一大港口 而苏州河是自西向东延伸 也成为了老上海的精神家团 正是这一线一横使得上海这座城市既有江海的壮阔又有水香的柔情 所以由此可以想见 诞生于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也是独具特色 自成一派 其实我发现上海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啊 都冠以一个海派 是 它有独特的传承和独特的它的记忆 那我想这一点呢 韩雪很有发言权 因为你在上海已经生活了很多年 大家好 我们是五岁 今天开心我们是一个中国 特别期待跟两位一起能够系统性地去探究上海的飞移 对 一定是好吃 好看 好玩 好听 总之呢 有更多的精彩在前往等待着我们 上海的飞移非常丰富 有着6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73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位于徐惠宾江的上海新地标 上海国际传媒港 这里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的所在地 展示着世界会客厅面向未来的发展活力 我们本集的探访这里就从这里开始了 出发 以传承续新火为飞移添农香 飞移离的中国由中国农香代表作 卢州老教1952独家冠名播出 卢州老教1952并传承创新品经典农香 这有演出 这是财务吗 这是财务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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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五束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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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 有武术的动作 既是比街舞 又是比武术 可以 相当可以 你看这武术行李 你好 你好 太棒了 首先必须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 先说我们轻衣 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摘得了女子霹雳舞的铜牌 也实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这一项目上的首次夺牌 再看看边上的响雨也很厉害 一举夺得了世界级的霹雳舞大赛的冠军 其实我们特别欣慰的是 能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的街舞 霹雳舞走上世界的舞台 同时你们也是用自己的能力 拓宽了我们中国的奖牌圈 我看咱们在这个霹雳舞当中 也融入了一些武术的动作 是特意这么创意编排的 对吗 对 因为想把中国风展现到世界舞台上 我是觉得其实很早就有国外的舞者 已经开始在模仿我们的武术融入进舞蹈 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把它拿过来 因为这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 刚刚你那个最拳的动作 一看就特别专业 你是从小就学吗 对 其实我在五岁的时候 接触到了武术 然后是我父亲教给我的 然后三年之后发现了街舞 其实回想之前的武术经历 我觉得这是我从小练到大的一种本领 这是我的一种基本功 所以我决定要把它也当成我生活的一部分 舞蹈的一部分去继续做下去 好像我记得我们平常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尤其是功夫电影当中 有一些经典的招式 像李达挺 像扫藏腿 两位能不能给咱们也来示范一下 好不好 可以 李达挺如果说武术的话 它正常是从这个姿势 从这个姿势 然后翻 然后翻起来 还是我们霹雳舞 我把它去用了一个动作融合 我看出来了 武术的鲤鱼打挺 是鲤鱼打挺 对 这霹雳舞的鲤鱼打挺 是鲤鱼跃龙门 对吧 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弹跳 扫藏腿 霹雳舞的 这是霹雳舞的扫藏腿 这是武术的 感谢两位 将以你们为榜样 一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 加入到这种 用武术和舞蹈融合 来讲中国故事 弘扬我们文化自信的队伍当中 少年是显弱平地 独以常见零青秋 00后的青春小将 用汗水浇灌梦想 用坚持书写滑张 每一次努力的汗水 每一个突破的瞬间 都值得被庆祝 被喝彩 当我们用中国国家队专用庆功酒 卢州老教 一同为中国体育健儿 在赛场上的发挥 取得的荣耀 干杯 干杯 上海有一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也有罪权 刚才我看的里面也有罪权 其实霹雳舞的很多融合 都是来源于我们的传统武术 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武术的融合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武武术吧 好 我们一起走 好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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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师父之类 这都是师父之类 爱我修身 正义修人 谢谢老师们 老师好 你好 老师好 两位老师 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上海进屋体育总会的副秘书长郑天子 旁边站的这位 是我们上海进屋体育总会的武术总教练 王北坤老师今年已经83岁了 老爷爷好 而且是中国武术九段 刚才看的真是一个武术的一个大秀 看的里面有很多种拳种 比如平易拳 螳螂拳 一线 一般不都是一门一派吗 为什么咱们金武武术能够包容这么多的类别 其实金武会从一百多年前就打破了这种武术传统的门派之别 也打破了传统这种师徒传承 也成为了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桥梁 实际上我们这个武术一共有129拳种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的仅仅是表演一部分 金武会这些拳种确实是龙各门各派为一炉 所以我们叫做海纳百川 金武武术也逐渐就形成了它的一种集市了 金武没有门 这正是百年金武最精彩的一个主角 吴问门派 汇翠群音 金武一家 那今天我们能不能选几位咱们权术的代表 来为我们好好地展示一下 好的呀 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来了 螳螂拳的代表 张建芳老师 各位老师好 螳螂拳是向心拳 它的向心拳是以意取形 重意不重形 它的手法比较密集 勾揉踩挂 勾揉踩 挂 还有呢 开吞 镖 靠 螳螂拳呢 它的青拿手 不但要求要拿得住对方 还要拿的是它的卖门 我们呢也留下了一些专门练 执掌功力的一些方法 叫抓提坛子 这是一个坛子 这有多重啊 这坛子 大概有十来一斤重吧 哇 很轻松 轻而易举啊 稳稳的 两个 两个 而且还是左手哦 哇 这指力更带劲了 功力深厚啊 老师 该一个了 我想知道一个怎么弄呢 一个怎么弄呢 哇 太厉害了 哇 这个螳螂拳的这个指力相当了得 那个轻衣 你看了这个 会想跃跃欲试一下吗 我觉得螳螂拳 我个人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要不让那个张老师教他两招 看老手 这个在外面 然后到了里面 哇 好快啊 哇 好快呀 啊 那 那换一个吧 踢 把 要快 你踢啊 你踢 踢 这样 这样 很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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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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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棒 我们下一个拳总是什么 中国武术有外加拳和内加拳 内加拳呢就以形意 太极和八卦掌为代表 今天我们请到了形意拳的老师 郭惠珀老师 欢迎郭老师 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们形意拳呢 从技术上讲啊 它是源起于古代的枪法 所以我们形意拳有个说法呢 叫脱枪维权 我首先呢 给大家展示一段 如何由枪法变成的拳法 好 这是枪法 下边呢 我就是拳法 仿佛手帮有一杆枪 这就叫脱枪成拳 拿着那个枪是一样的 是的 这就是我们古人的智慧 这个呢叫格物置之 技物穷礼啊 所以我们练形意拳 为了提高功力 以及体会权力呢 我们会练大杆子 来看看 要拿这么长的杆练啊 这么长 当然 后手必须抓靶 不可以拿掉半截 然后呢 开始进行一个 圆圈的这个练习 或长枪画圆 这肯定不容易啊 后手不能漏靶 今天这是我们认识 单元长真正弄一面的时候 怎么划三角了 您快划出圆周绿了 院长 感觉怎么样 不容易 这个呢 是需要腰力 我们叫枪式缠腰锁 要靠腰力 靠腰的带动才能够划成 就不能勾搂着身子这么去甩 是的 谢谢老师为我们的展示 因为我记得刚才我们小雨 在那个创意空间里嘛 他展示了霹雳舞当中 融合罪权 我记得刚刚在开始 我们看到有罪剑 对 要不要让他们来一个碰撞和展示 那就邀请我们的 罪权的传承人 好期待啊 对 它是霹雳舞的罪剑 那是武术的罪剑 谢谢两位的这个展示 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精武十套 也在向全民健身上推广 对吗 对的 精武会呢 虽然融会了长江流域 珠江流域 黄河流域的 二百多种武术套路 但是我们有这个精武十套 作为入门的套路 它们都是非常适合练习基本功 我给大家教大家弹腿吧 弹腿的第一节 好 第一个动作 并步冲拳 风步冲拳 马步攀走 隔 铁 啪 啪 落步 抱拳 敬礼 爱活 萧山 仗义 出人 破 精武武术也在成为我们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 没错 很多的外国朋友都喜欢我们的精武武术 也通过这扇窗口来亲近我们的中国文化 对对对对 百年前我们的精武武术以海派思想来包容各门各派 那么百年后我们看到了精武武术百花齐放 武术强身 爱国灵魂 相信我们精武武术能够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武术的魅力 武武生风 武出的是汗水浇注的梦想 期待未来街舞和武术能产生出更多新的碰撞 看到每一位老师傅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动作 都是日复一日的汗水 我们会继续把这样的精神把这样的能量传承下去 今天我们感受了中国风的霹雳舞 也见识到了百年前全民健身的历史积淀 我想正是以武术强身 以武导健体 我们才能够向着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地迈进 真正地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武武相容 斩雄风 强身健体 共祝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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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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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大花适合我吗 它虽然花很多 但你会发现它的底色 是接近于肤色 你穿上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好 那我就锁定它了 我刚刚看了一眼 我觉得我可能适合这个颜色 蓝色我可能会比较喜欢 两位正是心有灵气 选的面料都是同款的 你看这个面料是烂黄四龙的 它这个花比较立体 透气性也比较好 而且比较柔软 穿在身上比较合体 可以拿下来试一下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谢谢 可以吗 这个颜色很漂亮 很漂亮 我觉得衣服穿在身上 比架的那个架子上好看多了 这是最高的评价了 是不是 汪老师 杨老师 是 是的 看上我们龙鹏的旗袍 打得了不得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更打的一位 掌声欢迎韩雪女士 哇 美女来了 美女来了 我的女郎 很美 我觉得这身也很好看 但是我唯一就是都有点大 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更小一点尺寸的 这个现在没有 因为我们这里的衣服都是定制的嘛 你看我们这个尺寸一共有36个部位 因为我们龙凤旗袍讲究的就是穿上以后就感觉是像女人的调成肌肤一样 所以量的时候特别要仔细一点 让我们来看看这36部量体法要量些什么 领口 前领高 后领高 肩宽 上领口 前衣长 后衣长 前胸围 后胸围 前上围 后长 中围 前下围 后大 我们为它定制一身 还是这样的布料 还是这样的花色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期待一下吗 好期待 那我给韩先生老师稍微的量一下子做好吗 好嘞 好嘞 看看有微调的地方在哪里 房老师那您看我这个衣服在现场能够调整吗 现在就可以跟我们的师傅给您微调一下 胶丝结龙凤 漏彩织云霞 龙凤旗袍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每一部工艺的专属定制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再来详细了解一下 是否说你有没有一定的 他们在同一部工艺的麻钱 照顾三雅 他们在大雪的 véhicule 同一部工艺中有尽力度 在不光尽 nasıl可以分享 12同一分钟 现在我们进入写可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不是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刚才老师为韩雪量身定制的成果了 我们掌声欢迎韩雪 和珅多了 变化很大 鲜鲜细腰 盈盈一卧 特别的和珅 它就更加的得体和优雅了 我觉得这才是咱们海派旗袍应有的样子 老师到底给我改了多少处细节 我觉得领子好像变了 聪明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领子比刚才高了 难怪我穿这个会觉得人有那种挺拔的感觉 我刚刚就给它领高加高了三分 领高一加高 颈部的线条就会更加的硬 就使得人的气质更高贵 没错 还有呢就给它那个腰围改了一寸 你看它侧面的这个线条就出来了 特别得体 还有这端围这一块 整个的给它改了八分 现在看上去很合体的对吧 太美了 我觉得我们俩站在一起就是海派最佳广告 其实旗袍主要就是缝纫的艺术 繁复繁复的缝纫 到底怎么体现出来 能不能带我们看一看呢 我们这个有个讲究就是 寸巾成九珠嘛 一寸里面缝制九针 你看它排列的很均匀吧 很像那个积缝的 因为它的间距都是非常均匀的 正面是我们看不到针角的 这就是我们龙共旗袍要讲究的 我们有九大装饰工艺 你看就像这件衣服 这一条宽的是箱 这个细的就是嵌 箱嵌 箱嵌就是指它俩 对 还有这个滚 就是滚边 是指包边的意思吗 对 箱嵌滚 档 这个就是档条 增加衣服的立体感 会更加好看一些 还有搂雕 为了这个花形 整个料子上搂下来的 这个形状叫搂雕 还有你看这件衣服的这个绣 盘金绣 圈金绣 说一下 对 这个是盘金绣 还有绘 这个很漂亮 对 这个很雅致 其实我们龙共旗袍还有一绝就是 我们的盘 你看盘扣它既有观赏性 又有实用性 我们现在已经是把盘扣做成工艺品了 这个是盘扣的工艺做的 对 好漂亮 是指劲 对 很立体 还缺一些是吧 缺一个点 看一看还缺啥 缺三个点一个横 这是留给我们的作业吗 我们是想和老师们一起完成的 太荣幸了 这个盘控是需要一根线完成的 正面朝上 到了一个点 我们就可以折一下 给它定个形 就是把线完全跟画的那个重合起来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到了另外一个点 再折一下 再折一下 再给它折一个印子 明白了 手工课开始了 开始了 开始了 这是个精细活 要拐弯了 我们龙阳老师的手势也很好 你看 真的吗 拿镊子的手势就很好 现在我们要把棉花塞到里面 这个塞芯的技术难点 是不是指一塞成型 不能去堆砌不同的数量 对 亮面又差不多 一遍一遍塞的话 正面的话会看出来它有印子的 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粘上去了 其实我今天也是能够感受到 我们传统公寓对于这种尺寸上的 非常严谨的要求 以及对于人体美学的深刻理解 龙凤旗袍的这每一寸 其实都透露着匠心独运 与信仪考究 我也深切体会到了 我们海派旗袍的韵味 以及传统文化的魅力 真的是离不开 我们的旗袍手艺人 我们的匠人 对于全手工的极致追求 可以说每一个制作的环节 都倾注了极高的耐心 精湛的技艺 以及丰富的经验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 以及智慧 为这项传统技艺 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和文化内涵 也支救了独属于东方的 美丽华章 一膝旗袍雕繁华 舒气尽险海派芳华 美丽华 こん中间这 옆 看到哪一款气泡 我们可以为你量身定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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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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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宗盛 亚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宗盛 李宗盛 》《王宗盛 李宗盛 《王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 《王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王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宗盛 王宗盛 《王宗盛 《王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宗盛 《王宗盛 李宗盛 《王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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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王宗盛 李宗盛 《王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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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 《王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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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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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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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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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部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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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也在